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有篇文章啊 我得给你们念一下 这个有时候环球日报的文章也是可以看的 就是说他这个文章啊很有意思 发表在环球时报上 但是呢我禁不住要给你们你看画下道道了 我给你们念念他讲离婚 讲离婚 你看看我们法国人 不是我们 他们法国人 你们法国人 他们法国人 说的是你先看照片啊 萨克齐 法国总统萨克齐的离婚 这是萨克齐最新的妻子啊 这是那个那个那个谁啊 小条 布鲁尼 布鲁尼啊 然后呢再看下边 这是第二个妻子 上一个妻子 塞西利亚 说的就是这俩人离婚的时候 这俩人离婚 在法国社会的反应 你想一个总统的离婚啊 然后呢我不爱你了 一句短短的表白 15分钟的离婚听证会 两个人11年的婚姻 就友好分手啊 但是法国来法兰西人 这个他离婚当天呢 法国又遭遇大罢工 什么俨然末日到来 但是法兰西人见怪不怪 只是耸一耸肩 在他们眼里 第一家庭的拆散 是再普通不过的离婚事件 八成受访者认为 总统离婚 对法国政治微不足道 或者完全不重要 九成的人认为 总统夫妇一拍而散 不会改变他们对萨克奇的看法 看来是媒体的炒作 就是法国人呢 还没媒体关系呢 媒体炒作把萨克奇婚变 上升为国事 对吧 但是呢 即便是媒体的报道 也让我们这个中国旁观者呀 看得耳目一新 就是一个平静的分手啊 没有对财产分割的激烈争吵 没有让双方身心俱疲的夺子战争 更没有护指对方背叛的谩骂指责 也没有所谓内幕人士 对小报无休无止的爆料 即便从很促侠的男人的角度看 是被戴绿帽子的萨克奇 在法兰西人心中的形象 也没有受损 而那位这个第一夫人就西西利亚 也没有蒙受什么背叛的骂名 他只是说说我喜欢低调 不喜欢美光灯 想要平静安宁 很显然他这种特立独行 公众理解公众尊重啊 一句话 这段婚姻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闹剧啊 而是平静放手与相互宽容 而萨克奇的平静和放手 得感谢国民的气度和抉择 从一开始 法兰西人就没有瞩目政客私生活的传统 要知道当年是在前总统密特朗的葬礼上 镜头啊 必无可避的迎向一位黑衣女子 法国媒体啊 才打破保守了 共同保守了20多年的秘密 这20多年秘密是什么呢 承认了密特朗私生女的存在 就说设想一下如果这是在英国 那太阳报掀起的口水 不把他淹死才怪 所以呢 无怪乎离完婚就去出席欧盟高峰会的 这个萨克奇 接受采访谈离婚 他可以底气十足的回应记者说 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是法国选民投票选出来 帮他们解决问题的 不是谈论个人私事的 他又补充说 法国人对离婚的兴趣 远远比媒体低 然后他说 他们这样做很对 更加得体 更显慎重 我敢说也更见优雅 没有这个 其实文涛你最想做的 假如做这一点 你因为这样想做 法国人的话还不够 你应该去当爱思基摩人 拉宾根本连最 连婚都不结实 连那个婚姻制度 对根本不太存在的 那几个男人几个女人 然后在一起 就称为所谓的结了婚 离婚的话 那个女人呢 会送你一堆东西 你离次婚 你可以赚一次钱 你应该去变成那种人 所以既有法国 远扭有什么 因有特 对吧 其实你刚才念这个 这个环球时报的报道 我觉得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 这环球时报 它会花这么多篇幅 来写这个公众和媒体的反应 就说在他们的眼里看来 这个应该说是让他们觉得 有一点奇怪的一个反应 是不是 对对对 这和中国的文化 可能是不那么相符合的 中国的文化 这两天你就看出来了 没有 那个所谓的媒体的反应 假如对于名人的这个离婚 我觉得根据我知道 法国也蛮多小报的 我觉得叫环球时报 有时候当然可看 那文章 可是可看的文章 还是要多想一下 说你拿的是什么样的材料 假如你讲法国的小报的话 法国的小报八卦文化 不比英国好 不比英国干净 我觉得说就是一定很多话题 还是被他们小报来报的 是 但是呢 当事人你得承认 他确实啊 能够似乎比中国更多的 有一个特立独行 想劫就劫 想离就离的这种 这种宽容度 这种自由度 对 其实如果我们还说媒体的话 不是因为我是媒体人 我始终都会觉得 有的时候你就说 这个媒体怎么这么无聊啊 这么一个小帅 你炒作他干嘛 我会觉得媒体他们是无辜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跟着这个民众的兴趣点 为导向 他们这样在做呀 那当然也是相辅相成的 那媒体炒作 那可能这个民众的热情就更高了 也是有这样的现象的 那之所以法国的 他们的这个媒体啊 在对待他们总统离婚 这个事情上这么淡定 也是跟这个公众的淡定 有很大关系的呀 他炒作没人关心了 那我们觉得 我觉得可以退一步来说 什么叫做炒作 今天的媒体 假如你说的是网站也好 报纸也好 容量太多了 网站不用说 随便发了几千万条消息 就算是报纸 通常都一大跌 那像这名人的离婚 那不管有没有增产 不管离婚之后 为了那个小三 小三小他多小岁等等 当然是好玩的消息啊 一定炒作的 问题怎么样来处理 你用什么招点 什么放在中心 放在什么 比方说你是报了离婚 还谈一下他们怎么样分产 一些背后的故事 也是坦白讲 蛮好玩的故事嘛 我们看别人的事情也好玩 可是假如在中国 往往是说 香港也是 台湾一样 就是报导一些名人的离婚 一定是用一些 很封建保守的词的 比方说那个男的 一定是说抛妻弃子 女的一定是成为弃妇 被放弃的妇人 好像小孩一定很可怜 女的一定是帮大款 对 那我觉得 那个味道士 那个姿势要先摆好了 然后再来跟你讲这个事情 对 所以我们在香港 经常有一个说法 好多人 台湾也好 内地的朋友也好 就说你香港 很多八卦媒体 很不道德 是吗 那我们经常的说法是说 对不起你错了 刚相反 香港的八卦媒体 是太道德了 过分道德 对 他拿着一个很僵硬的 很过时的 很保守的道德观 来看你们 对对对 其实这个啊 就是八卦媒体啊 反倒是捍卫那种 老官太阳子的 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啊 有可能啊 是表现 就是他希望表现出来 是这种 我是保守的 我是正义的 我是最道德的 然后让你来看 不是 你是干嘛 我其实我就觉得 我们呢 虽然是身上穿上了西装了 这个头脑还在村里 你怎么就是 为什么我讲我们法 不是我们法国 他们法国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啊 哎 这不算个事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有时候 我常常就觉得 你说咱们中国啊 是性生活缺乏了呀 还是是什么 就是说啊 一点破事啊 哎呦 实际他是他是新鲜 哎呦 搞婚恋恋了 哎呦 这这这 有这个心理 有这个心理 你说哎 你看他们讲啊 女人 好多女孩子跟我讲 最差的情人 就是法国的 就说法国那个男的 那简直是 今天喜欢这个 明天喜欢那个 可是我跟你讲 我有反面想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他没有什么时间 去八卦别人 嗯 有这时间 还不追女孩 自己来 真的 你那一淫别人 你自己 哎呀 我就觉得有时候就说 哎呦 太就是 少见多怪啊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多见 也多怪 我还是觉得 也是好玩啊 坦白讲 假如今天说 哎小田有什么练 这个练 人寿练 什么练啊 我我一定是好奇的 一定想听的 甚至主动去打听 我觉得这是好奇心嘛 我这种关键在于说 你听完之后 第一个还是描述的人 用什么样的语言 你用那个保守的观点来说 对不对 那当然是不太好 那第二个 你听完以后怎么样 听完有没有上网 再回应 对小田 见 什么插 这个马家辉见 没事 我觉得这回应的部分 你说的特别好 我认为如果真要讨论 如果说这个讨论 有助于我们更文明 哎 这个讨论是有价值的 对吧 比如说通过讨论 我们知道 哦 原来男的还可以跟男的好 哎 从此我们增广的见识 对吧 增加了宽容 知道人类还有一种新的 恋爱方式是男的跟男的 对吧 你不是水平提高了 如果你搞了半天 你还是 哎呦 小三啊 他抢了他的老公啊 他抢了 你说你 整天你就奔厕所去了 你知道吗 咱们去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对吧 咱们去下广告之后 会员酒精 年份断僵 五井共酒 中国有实力 实力赞云南 实力创造优质生活 云南实力集团 中国房地产 双百强企业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当然你们也知道 就不管台上台下 我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但是呢 其实我有很严肃的一面 你知道吗小天 我有很严肃的一面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年代 选择做媒体这一行 就已经不要脸了 对吗 但是呢 我也不是奇怪 有的时候我还挺较真 比方说 今天我问这个主编 我什么话题最热门 你总要讨论最热的 他说王石 王石 好离婚 那你看 这个我就碰到问题了 我就觉得 现在就是每个人吧 你都得给自己找一个原则 要不然啊 你就像那个不要脸的道路上 彻底没底线了 你知道吗 于是呢 我给我自己找的假不假事 比如我有个原则 我说这种事是人家的个人隐私 个人感情 一般来说呢 我要谈这个 我就是说 当事人他发公开声明 比如说前一阵 我们谈董洁 潘月明 是当事人自己愿意跟大家聊 那么我可以聊 但是如果当事人沉默 什么都没有说 好像发了声明 对 我还特别让他调查 我说那个声明 到底是不是王石发的 后来呢 他调查回来说呀 我不敢肯定是王石发的 一个就是一个 但是你这个还有一个区别 就在于你怎么聊 你说他什么 对吧 你说讲那个什么 前段时间讲那个董洁 那个离婚的事情 如果你说他不好的话呢 你在那评判他什么的 那人家也不愿意 也不见得高兴 也不见得是对他的尊重 那如果说王石的事 你好像是 如果说是站在一个 比较中立客观的角度 你说一点这个 比较正常的话 那没说 他也是欢迎的呀 你不知道我对朋友 我当然王石也不是我的朋友 但是就说我对人 是多么的体贴 咱们就比如说 如果咱们是 尤其在这方面 对 如果咱们 你说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是好朋友的话 对吧 我跟你说 有时候好朋友 比如说男女方面有点事 我只要一看见他的神色 不愿意提 那当然提都不会提 你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让人家不开心 那是人家的事情 但是我理解你的这个困境 但是呢 你作为一个媒体人 有的时候你也要不要去 是吧 对啊 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 这就碰到了一个媒体伦理的问题 就是说 个人感情是别人 自己私下里的事情 你有没有权利在这里议论 如果你说是公众利益 事关公众利益是可以的 但是公众利益啊 它不等于公众兴趣 可是假如 公众的欲望 算不算公众利益 什么公众的什么 我认为公众的欲望 不等于公众的利益 媒体没有义务 要满足公众的欲望 你要说公众的欲望 咱们怎么说呢 奥巴马全裸给咱来一个 也是公众欲望 大家很想看看 那你媒体应该满足吗 我觉得是在这个 符合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上 你应该最大限度的 去满足这个公众的欲望 所以说你这里又回到 那个问题了 就是你这个底线在哪里 道德的底线在哪里 道德的底 我觉得要搞清楚 道德底线在哪里以前 先搞清楚 根本有没有公众欲望 这种这种事情 有时候你的事情 你不知道 你就没有欲望了 对于某些官 某些观众来说 他根本不知道 美国有什么奥巴马 什么这个 所以我觉得 专业的媒体人 是自己有这个权利 为什么你出来 有责任也有权利 也有权利去界定 什么叫公众欲望 什么叫公众的利益 公众的事物 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可以谈 那真的是看你怎么谈 你谈出里面一个道理 那你谈呢 包括 我非常高兴了 我那个 一看到这个消息 我马上把那个 所有的材料 都把它copy 把它拷布 被存档下来 因为我一直准备写一本书 是鼓吹政府立法 禁止婚姻嘛 这我觉得 婚姻是不道德的 收集证 对对对 婚姻是报德 恩格斯也是 恩格斯一辈子都 完全是那个 我们知道人 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这些婚姻 基本上是扭曲人的性格 人的看人的价值观 婚姻的问题 它的毛病一出现 不是说等你长大了 要考虑 要不要结婚才出现 是从你三岁两岁也好 你就看到 什么叫婚姻 我有一个爸 一个妈 一个家庭 你整个价值观就扭曲了 你要觉得人 是可以互相 互相来拥有 占有的 对不对 爸爸妈妈 爸爸占有妈妈的身体 妈妈占有爸爸的生殖器官 独占 而且是独占 而且一个家庭是什么 你不同意 爸爸独占妈妈的生殖器官 我觉得 里面会引申出 引申出很多问题 所以你要不同意 你的血统都会怀疑 血统越杂的话 坦白讲 人家是越聪明 不一定 你看你怎么配 有的时候配不好也不行 就隔代就不好了 对 我们是说相对好的话 咱们假设介入配种的范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同意你的 但是 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指定橄榄油 地中海欧立威蓝特级出炸橄榄油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渡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廊 小姐能不能反对她 快反对她 我也不是反对 我其实反对你们俩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俩这个反应过度了 王石这个事 要说的话 其实人家就是 包括所有的网民 他们的态度 我觉得就是一个 就像那个涟漪一样 是个平面上的事 你们俩这个 就像美国的飓风一样 这个千层浪 就呼啸而来了 为什么呀 一下子这个高度 就拔得特别高 你不反对婚姻是吗 我不反对婚姻 你当然不反对 我也不是愤青 你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挺讽刺的 我相信江辉老师 应该是有家庭的 当然 非常快乐 反对婚姻 我现在这个状况 实际上是单身 我不反对婚姻 对 这就反映出来 有经验的人 得出来的结论 和没经验的人的期许 不是 但是你要反对一个事情 你应该提出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模式 一个社会模式 不是 我跟你讲 我有一个 我也觉得 我有一个处事 知道 贾河博士 我也跟你不同 我现在觉得 我的生活在 这个伟大的村庄里 你呢 你得 我过去是反抗 这种所谓主流的 比如说这种 所谓的婚姻契约 这一套 我是叛逆的 你就是典型的 六七十年代过来的那种人 但是现在变了 我现在变得尊重他们 而且我现在的这个人生观 叫做什么 像贼一样活 你知道吗 很有快感 我认为 我认为就是说 你每个人 当然有权利 选择自己 处置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呢 在中国这么一个 复杂的 这么一个 兔木星的 淹死人的社会里 你啊 咱尽量的 也别耀武扬威 对吧 你想怎么活着 同性恋都行 但是可能同性恋 有些同性恋会认为 说凭什么 我就见不得人呢 凭什么他们就 我倒觉得 这种尽量低调 是什么呢 对主流的一种客气 一种谦虚 一种谦卑 一种尊重 就是说 我不要干扰你们 不要让你们不高兴 对吧 我尽量不想让你们知道 可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们抛个问底 真要想知道 那不想你们知道 但我也不怕你们知道 我觉得这只是我说的 为了捍卫自己生活的 这个选择 你在一个社会里 可以这样自存 可是你要争取 别人的权利 你要那个 对你经过 你用这种做法 可能会比较安全 对不对 不要冒犯别人 也不会引起 别人来攻击你 对 可是你可以进一步 因为你今天是同性恋 你可能你的子女 也是同性恋 同性恋也可以 可以有子女 我觉得婚友了 女儿我可能突然发现 我爱上文韬 对不对 我要当同性恋了 对 那我也争取我子女 当同性恋的权利 我就正站出来争取权利 大声来拉喊 我不怕能冒犯那个主楼 我觉得中间是有个选择了 可是说回王石的问题说 当然小田问我方案 那我心中是有 可是不容易办 因为跟整个社会经济运作有关系 太太太太 可是目前唯一能说到 就是说离婚是个好东西 离婚就算打球 第一局的打球是暖身 暖身之后第二局 一定进行的更好的 一定的 不离婚的人是没有理想的人 所以你觉得离婚是好事 当然是好 不离婚的人是没有理想的 因为你经过第一次婚姻 才能明白自己真的爱什么 你受不了什么 然后第二次才懂得去找 我觉得政府 就算不能立法禁止结婚 也应该提供各种的援助 帮助人家来离婚 你知道吗 来给你方便 我觉得王石这个 我也是真觉得 你们聊什么呢 就是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这事我真的会觉得 这个跟当年的那个什么 那个杨振宁 完全不一样对吧 这个事应该说是叫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确实这个 我们不是说去认可他 也甚至好多人 不会去祝福他们对吧 但这个确实是挺正常的 用得着你祝福吗 就是我觉得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的有的 就是一对 好像你觉得很登对的一对 然后很入流的一对 就更容易得到祝福 你不觉得这样是更好的事情吗 我跟你说 我不会 你们祝福 跟你们永远扯不上什么关系 你祝什么福呢 咱俩谁跟谁呢 你最莫名其妙 你知道吗 所以我跟你说 我反感这个婚礼 就是就是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一大帮莫名其妙的人 我跟你谁过 跟你们什么关系 你们跑这来干什么 吃吃喝喝 我不理解这种文明 问题是婚礼那倒不一样 假如你选择 没有人强迫你举行婚礼嘛 对啊 你举行婚礼是你邀请别人 你希望share 分享你的快乐 那别人也来了 你不然别人来了 你不然别人来了 你就屁 别人来了 我屁 你来干嘛 这你邀请我来的 你干嘛 要是我 要是我 我就不邀请 对 你可以 你讲的这一套啊 其实呢 我觉得我也能理解 比较包容的心态 我能够理解你的这个位置 但是你能确定 你的这种想法 能够被你的这个伴侣接受吗 如果他不接受呢 所以就要找同志 革命成为 什么样的同志 爱人同志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